全球每年平均能喝掉4000亿杯咖啡 大陆超过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不仅各大咖啡品牌抢劲 本土咖啡也来势汹汹 被称为小蓝杯 以路透为标志的瑞幸咖啡 是当地许多小资族的首选 那像是星巴克会选择吗 如果星巴克跟瑞幸的话 星巴克跟瑞幸 如果新加坡考虑肯定是瑞幸 一杯多少价格 9块9 是不是挺实惠的 一杯折合台币50元有找 以容量来说都是大杯 星巴克473毫升 一杯台币145元 瑞幸400毫升 一杯45元 现审100元 除了性价比高 买瑞幸不收现金 需透过线上下单 再选外送或自取 因此瑞幸即便店内没一张座位 依旧不影响业绩 今年第一季财报瑞幸专金195亿 虽然不敌星巴克的245亿 但同比增长 瑞幸有84.5% 星巴克仅11% 门市数量更超越星巴克 瑞幸在大陆共有9351家 星巴克则是6200家 两者相差3000多家 许多大陆本土咖啡 也纷纷以瑞幸为指标 以橘色小木马为招牌 自称是下一个瑞幸 一杯拿铁约50元 还卖起周边商品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这种毛毡包 但其实已经卖完了 一个手提包约120元台币 比店内一杯咖啡均价50元 整整多出2.4倍 多角经营 强占咖啡蓝海 今天先陪于北京采访报道